每年都会有大大小小的流感爆发 大多数时候流感病毒比较的温和 可是一旦它们攻击力增强 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流感病毒就比较厉害 在美国一个星期之内 就有1.2万人得病 三十几名儿童因此死亡 假型流感也在我国引起了恐慌 然而所有的这些 跟一百年前那场流感相比 完全是小无见大无了 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上 1918年并不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年份 在当时仍然贫弱的中国 这一年就更不起眼了 鲁迅发表的第一篇百话小说 狂人日记 孙中山被政敌赶出了广州 段祺瑞第三次组建所谓的内阁 幕后操控着国民政府 如果要列出当年的一些大新闻 可能也就这些了 然而对于整个世界来说 1918年发生了一件改变命运的大事 一场大流感爆发了 这场瘟疫席卷全球 据估计有5亿人被感染 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超过5000万人因此丧生 在那个医疗研究才刚起步 隔离措施还不完善 世界战乱频发的年代 这场流感的规模达到了高峰 除了南极州之外 全世界都被大流感的死亡阴云所笼罩 七里子散家破人亡 是当时许多城市的常态 有的生物学家甚至认为 这场大流感差点毁灭了人类文明 那为什么一次看似平常的感冒 会有如此威力呢 人们又如何应对 最终度过危机的呢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本大流感 就讲述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流感 是如何发生发展和肆虐全球的过程 以及二十世纪科学与医学的发展历史 我们会看到科学政治与疾病传播的互动过程 以及科学家和医学工作者 如何顶着巨大的压力 创造了现代医学的重要里程碑 下面就请大家跟着我的声音 回到二十世纪之初的美国 在讲大流感之前呢 我们有必要先来说说美国当时的背景 在今天美国的科学毫无疑问是全球领先 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科学和艺术的中心都在欧洲 什么德国呀 法国呀 那才是现代科学的摇篮 当时的美国只能说是非常的落后 落后到什么程度呢 咱们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在德国 先有病理学家威尔肖 在1843年创立了细胞病理学 又有同时代的亨勒 是最早提出病原体传染 导致疾病的几个人之一 推动了现代细菌学的发展 三十多年后呢 还是德国的伟大的病理学家 罗伯特·克赫 第一个证明了细菌会引起特定的疾病 他的研究结论 后来成了传染病诊断的金科玉律 再来看看法国 微生物学家巴斯德研究了微生物的类型 习性营养 繁殖作用等等 奠定了工业微生物学和医学微生物学的基础 并开创了微生物生理学 那至于瑞士的生物学家弗雷德·里希 米歇尔 那就更厉害了 在1869年 首次分离出了遗传物质DNA 那我们再来看看同时代的美国 在今天世界顶尖的哈佛大学里面 当年大概只有十分之一的教授拥有博士学位 朋友们 这什么概念啊 大概可能也就相当于今天咱们国家这个 蓝翔绩效的水平 那你说当年那么菜 美国后来 他是怎么奋力追赶上来的呢 有一个人和一间大学特别的关键 这个人叫威廉亨利·维尔奇 这个学校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咱们先来讲讲维尔奇的故事 维尔奇被公认为美国现代医学的鼻祖 这并不是因为他在研究上面有多大的成就 而是他作为领导 对整个科研界的未来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维尔奇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 他的爸爸叔叔伯伯全是大夫 特别是他的父亲 非常的牛 维尔奇才七岁的时候 他爸就被耶鲁大学请去做报告 按道理来说 维尔奇应该特别的崇拜他爸 对不对 其实并没有 因为他打心眼里不喜欢他爸那一套 他觉得像他爸那样 做报告讲科学发展 讲的是一套一套的 一到了真正给人看病 却还是用赤脚医生的那一套 这怎么能行呢 于是他决定要按照自己的方式 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大夫 所以等上大学的时候 他没学医 而是选了化学 维尔奇先是在耶鲁大学学了几年化学 又到纽约内外科医学院进修 随着知识的日益增长 维尔奇认识的教授也就越来越多 他发现 好的老师一般都在欧洲待过 一些相熟的教授也劝他去欧洲走走 他这才发现 哎呀咱美国还是不太行啊 于是在1876年 26岁的维尔奇决心去德国深造 这一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刚好成立 维尔奇来到德国莱比锡大学 开始了科研生涯 跟美国比起来 这里的实验室 哎呀啥都好啥都心 维尔奇非常的享受 不过很快 他被一个叫比林斯的博士盯上了 美国那边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不是刚成立吗 比林斯呢 他是受校长贺旭黎的委托招募 能够帮忙建立医学院的人才 刚好比林斯博士就看中了维尔奇 你说有这等好事 维尔奇当然是爽快的答应了 不过当时啊 新学院还没建好 维尔奇回美国后呢 先在纽约找了一个教书的工作 1893年 霍普金斯医学院终于建成 维尔奇当上了第一任院长 他按照自己在欧洲学道的先进理念 严格的招收教员和科学家 哎 我们在这得插一句啊 前面说啊 他回到美国之后 先找了一个教治 就是这一段生涯里 凭借着独特的教学魅力 他吸引了很多聪明又好学的学生 而这些人当中呢 很多后来都成了能够独当一面的科学家 毫不夸张的说 在美国医学的黑暗年代 是维尔奇和他的徒弟们 撑起了整个国家的门面 虽然论科研能力 维尔奇可能还比不上那些顶尖的科学家 但是他有一种神奇的领导才能 不仅能够激发教员和科学家的灵感 还能把他们团结在一起 就这样 霍普金兹医学院 很快在全美国享有盛名 那到了1913年 欧洲的科学家不得不承认 由维尔奇领导的霍普金兹医学院 已经能够跟欧洲顶尖的科研机构 平分羞涩了 那可想而知 维尔奇的个人声望 也因此是达到了顶峰 推动科研的能量也就越来越大 比如大量的科研经费都由他支配 给各个研究所和医院 分配合适的人才等等 在他的带领下 霍普金兹医学院是越来越牛 那有了这个成功的模板 其他的现代医学院 纷纷拔地而起 包括洛克菲勒研究所 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等等 那正是由于维尔奇带来的 医学院变革 美国在现代医学领域 终于赶了上来 好了 关于美国现代医疗的发展史 咱们简单的介绍到这 那接下来 就是他们接受挑战的时候了 正当美国科学家们 为国家的进步 而无比兴奋的时候 他们并不知道 一个重大的考验 马上就要袭来 时间来到了1916年 欧洲深陷第一次世界大战 各国为打仗的事情 焦头烂额 尤其是德法两国 在史称 法尔登绞肉机的战役当中 损失惨重 那就在这个时候 一封机密电报的内容 被泄露了 电报内容显示 德国首脑邀请墨西哥 加入同盟国 袭击美国并抢回新墨西哥州 德克萨斯州和亚利桑那州 三个州的土地 那此事被曝光之后 美国民众气得是咬牙切齿 当时的总统威尔逊 原本是不愿意参战的 但最终顶不住国内的压力 不得不加入一战的泥潭 我们知道打仗 它总是会死人的 对于细菌病毒之类的 病原体来说 没有比尸体更好的温床 所以有战争的地方 往往就有传染病的流行 在物资匮乏的战场上 传染病是比枪炮 更致命的死神 什么流感 伤寒 百日咳 白喉 水痘 这些现在去趟医院 开药打针 就能够治好的传染病 在当时 很容易就能让人命丧皇权 因此呢 从一开始 美国政府就防了一手 成立了国防理事会的 医学委员会 专门研究军队中的流行病 这个时候的维尔齐 已经是美国医学界的 第一把交椅 当委员会的负责人 自然是最合适不过的 当时负责防治军队中 传染病的人 是时任军医署长的 威廉·戈加斯 戈加斯是军医出身 在治理传染病方面 很有经验 比如 在美西战后的 哈瓦那和巴拿马 他把蚊子传播的疾病 完全控制住了 瘧疾的死亡率 下降了75% 黄热病的死亡率 更是降到了0 在那个年代 这可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啊 那一直以来呢 戈加斯都特别提醒 美国军方 一定要重视肺炎 为什么呢 咱们来讲讲 肺炎是怎么回事啊 肺炎是由肺炎链球菌引起的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的免疫系统 都能很好地对付它们 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比如啊 有其他的病菌感染时 我们的免疫系统 就会均力不足 结果呢 肺炎链球菌 就可以成功地入侵肺部组织 然后越涨越多 这时候呢 我们肺部的免疫细胞 开始大批出动 清扫这些坏家伙 但问题是 这些免疫细胞 下手啊 没轻没重的 会伤及胶嫩的肺组织 作为循环系统当中 最重要的器官之一 一旦肺的功能出了问题 人的健康状况 估计就要亮红灯了 即使是在现在 这种严重的肺部细菌感染 也是致死率很高的疾病之一 如果爆发的太急 很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2003年 让我国一度陷入恐慌的 非典型性肺炎 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 更何况 我们现在讲的是 好几十年前的事了 在战争开始之前 哥加斯啊 他就预料到 美国本土的护士数量 那是满足不了 战争的需求的 那于是呢 他找到了 红十字会的领导商量 说我们不如就把 这个课程简化一下 快速培养一批 虽然说进不了大医院 但是呢 能为占地医疗服务的 护士队伍 可是这个请求 被红十字会的负责人 一口给回绝了 然而事实证明 拒绝哥加斯是大错特错 后来 真的到了打仗的时候 果然是出现了 护士短缺的问题 没办法 军方只能调用 大量的民间护士 把那些原本 给老百姓服务的护士 也送上了战场 恰恰就是这个举动 给后来的流感病毒 在美国本土肆虐 埋下了祸根 大家想啊 能干活的都上了战场 那谁给普通人看病呢 咱们刚才说过 戈加斯一直强调肺炎的防范 结果仗还没开始打 军营里呢 就因为麻疹病毒 带来的肺炎感染 引起了一次不小的恐慌 医学委员会的几名成员 马上进行研究 试用了新研制的疫苗 最终遏制了肺炎的扩散 这下 所有人都认为没问题了 是时候可以开战了 但是 没有人料到的就是 另一种小小的病毒 逃过了科学家的 天罗帝王 在美国的堪萨斯州 稻奇城的西边 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 叫做哈斯克尔 这里呢 有一个类似于我们 这个乡镇卫生院的机构 这里面呢 有一位叫做 麦娜米勒的大夫 虽然说是在小地方行医 但是米勒医生 比许多蒙古大夫要好一点 他受过正规教育 还是一个博士 1918年 新年过后不久 米勒在出诊的时候 发现一个不寻常的现象 他遇到了一些感冒患者 当时的人们 对于感冒已经有了一些认识 但并不知道 他是病毒引发的疾病 虽说冬天得了感冒并不奇怪 这些人呢 也是发烧咳嗽 流鼻涕打喷嚏 但问题就是 他们的症状都太剧烈了 高烧不退 渴血 甚至还有一些人 在几天之内 就因为肺部充血而死亡 而更要命的就是 普通的治疗手段 似乎没有什么效果 很快 米勒就被接踵而至的病患 压倒了 小镇上的居民 主要是干农活的 按理说 他们应该比办公室的白领 要强壮不少 可就是这些 在米勒医生看来 身体背棒的人们 一个接一个的被感冒击倒了 这让他觉得不太对劲 不过好在到了三月份 感冒似乎一夜之间失去了踪影 学生们开始上课 大人们开始工作 小镇的关注点 又回到了欧洲打得火热的医战上 唯独有一个人 仍然感到担忧 那就是米勒医生 直觉告诉他 这次袭击了小镇的感冒 并不是来去匆匆 为了防患于魏燃 他向美国疾控中心报告 提醒他们提高警惕 然而他的建议 并没有引起官方的重视 这倒不是他们 故意不搭理米勒这个乡村医生 而是在那会儿 全美国的精力都集中在一战上 举国上下都在忙着纠结一个问题 就是要不要参战 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 有个特点 就是要么不做 要么就玩命了做 当他决定让美国参战以后 就在全国发动民众参军 一时之间 美国可以说是全民皆兵 各地的军营里 塞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兵 当然也包括哈斯克尔小镇的小伙子们 两名在堪萨斯州 福斯顿军营服役的年轻人 一个叫迪恩尼尔森 还有一个叫做约翰·波顿 都在1918年2月回老家探亲 住了几天之后 又带着乡亲们的赞誉返回了军营 我们知道 当年的1月末到3月份 正是流感肆虐小镇的时期 就这样 流感病毒 悄悄搭上了进军营的顺风车 福斯顿是美国的第二大军营 在战争时期 这里承担着向世界各地输送士兵的任务 由于刚入伍的新兵太多 福斯顿军营的取暖和卫生状况都成了问题 刚成年不久的小伙子们 急急嚷嚷地睡在一起 靠抱团取暖 度过了这个上世纪最冷的冬天 3月4号 首先是一个吹噬般的士兵开始咳嗽 发烧 头疼 那看起来都是典型的感冒症状 然而他很快就病倒了 在接下来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里 1100多名士兵病重需要住院 最终有23人因为感冒并发的肺炎死亡 然而这个情况还是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毕竟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 因为感冒四几个人太正常了 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于是军营的军医 在匆匆记录病情经过之后 就忙着做其他的事情了 因为此时呢 确实有更重要的事情值得他们关心 那就是福斯顿军营的士兵正在踏上运兵船 一批一批的往欧洲大陆进发 毫无预兆的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了 在流感袭击欧洲之前 美国早就有了一些预兆 1918年3月 美国36个军营里 有24个遭受了流感的袭击 但那时啊 压根没人注意这件事 都忙着打仗呢 谁会在乎流鼻涕的问题呢 到了4月 欧洲第一次出现了类似的病情 地点恰好就在美军登陆的 法国海港城市布雷斯特 疫情迅速在法国爆发开来 直接让整个法国海军司令部瘫痪了 接着呢 意大利和德国也受到了感冒的影响 尽管很多士兵啊 因为感冒卧床不起 导致作战计划被迫中断 但是得病的人呢 最后还是慢慢康复了 5月份流感扩散到了达伊比利亚半岛 就连当时的西班牙国王也被感染 有人说这次流感啊 也因此被命名为西班牙流感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 英伦三岛 北欧 荷兰 比利时 只要你叫得出名的 欧洲国家全部出现了病例 甚至连远东的孟买 我国的重庆和上海都受到了流感的侵袭 虽然波及范围广 但此时的流感还不太致命 只有法国几个军营出现过死亡病例 所以啊 在人们看来 这场流感也不过是一场平常的感冒而已 当年发表在柳叶刀的调查报告里说 虽然这次流感来自美国 但在欧洲引发的问题和美国不大相同 法国军队的四万名住院者中 死亡人数不到一百 英国舰队共有一万多名水手患病 最终只有四人死亡 那这么低的死亡率 一度让英国人怀疑这根本不是流感 在一个月都没有什么新病例之后呢 英国人甚至啊 自豪的宣布流感走了 消失了 而在大洋这边的美国 流感引发的症状更加的严重 在一个只有1018人的新兵营里面 有48人得病死亡 那尸检显示这些人肺部充血 像是爆发性的肺炎导致的 美国人这下纳闷了 这和欧洲人说的不一样啊 因为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当时人们就干脆把美国和欧洲的流感 当做不同的疾病对待了 问题来了 为什么都是流感 那致病性却不同呢 今天一个比较靠谱的解释就是 病毒在传播的过程当中适应了宿主 在刚进入宿主的时候 病毒还是个新手 不熟悉环境 后来呢 那坏事越做越多 也就越来越老练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病毒的结构很简单 如果呢 把构造复杂的人体细胞比作是一座宫殿的话 那么病毒呢 就像宫殿里的一根柱子 所以复制起来非常的迅速 此外 人体有各种精巧的机制 确保细胞内遗传物质的稳定 那防止基因突变带来的麻烦 比如说癌症 但是病毒不是这样的 它们会经常在复制的过程当中出现突变 因此呢 病毒进化的速度就特别的快 只需要很短的时间 它们就能够摸清人体细胞的运作模式 从而进行更有效的杀伤 也就是说 在1918年3月到8月这段时间 流感病毒只是在练习 一旦它们摸清了人体的结构和免疫系统 就会具备更强的感染能力 引发更加严重的症状 最终变成强大的杀手 1918年6月30号 一艘英国货船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靠岸 船员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 基本呢 就是下船就要马上进医院的程度 到了8月初 另一艘从挪威来的货船 抵达美国纽约的布鲁克林 在靠岸之前 船上已有4名船员 因感冒病逝 在之前 美军的登陆点 法国布雷斯特 流感致死的病例也越来越多 美国的科学家们 很快就意识到事情不对劲了 开始隔离医院的流感患者 然而 为时已晚 9月3号 在马萨诸塞州 一个得了流感的平民 住进了波士顿医院 第二天 同样位于波士顿的 哈佛大学里面的一个学生病倒了 很快 疫情传播到了 离波士顿只有几十公里的军事重地 德文斯军营 这个军营虽然说很拥挤 但是医疗设施还算完善 德文斯军营里面 驻扎着超过4万5千名士兵 里面有一个可供1200人使用的医院 还有包括临床医生和微生物学家在内的医疗团队 在流感爆发之前 这间医院里只有84人住院 医护人员呢 几乎没有感到什么压力 但是很快 患者人数开始急剧增加 9月1号 4名士兵因为肺炎住院 在6天之内 又新增了22个病例 到了9月22号 整个军营里五分之一的人都得了病 患病人数接近1万 其中大部分需要住院 仅仅在9月24号一天 肺炎的患者就增加了342人 对于一个只能容纳1000多人的医院来说 情况很明显 已经失控了 就这样 小小的医院成了一个战场 由于肺炎爆发的突然又猛烈 很多患者在被确诊后的几小时内 因为肺部损伤而缺氧去世 平均每天都有一百人死亡 尸体堆成小山 根本来不及处理 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过的威尔齐巴 作为军队传染病研究小组的负责人 他接到报告来医院视察 他的眼前是这样的一番情景 穿着各色衣服的患者 横七竖八地躺在医院里面 绝大多数没人照顾 走廊里面塞满了帆布床 未经消毒的设备混合着恶臭 充斥着医院的每一个角落 两百名护士当中已经有七十个人病倒 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的增加 维尔齐认为这是新生的恶性瘟疫 他马上跟格加斯取得联系 让他给美国各大军营发电报 要求军队对这种爆发式的疾病提高警惕 格加斯曾经凭借一己之力击败了瘧疾 这一次他自然也希望自己能把维尔齐口中的恶性瘟疫 扼杀在强宝之中 但是很遗憾他失败了 很快其他军营也出现了感染病例 更要命的就是尽管军营大门紧闭 传染病依然逃了出去 向城市和老百姓露出了獠牙 就这样 在短短几个月里 美国中部小县城里的一场地区性感冒 不仅扩散到了万里之遥的欧洲 随着威力增加 更是向美国本土的军人和民众展示出了恐怖的一面 面对不断扩散的疫情 美国政府会如何应对呢 普通老百姓是怎样在这场致命瘟疫当中求生存的呢 科学家最终又是如何击退流感的呢 我们下集接着讲 我们下集结着